我过新年 林语堂 今天是念四年二月四日 并非元旦 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 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 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 物万有鬼于 我怒目看日历 明明是二月四日 但是一转眼 又似不敢相信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 阳春佳节的意味 破着人喜悦 眼睛一闭 就看见幼时过元旦 放炮游山拜年吃菊的影子 科学的理智 无法振服心灵身体的荡漾 就是此时执笔 也觉得百无聊赖 骨骼松软 万分苦痛 因为元旦 在我们中国 向来应该是 一年三百六十日 最清闲的一天 只因发稿七道 不容拖延 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 誓死如归 执起笔来 但是心中因此 一烦闷起来 早晨起来 一开眼 货炉上还挂着红灯笼 恍惚昨夜 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 游在墓前 因为昨夜 我科学的理智 已经打了一阵败仗 早晨四十半在床上 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 忽如野炮远弓 忽如机关枪袭击 一时闹忙 又一时良迹 直至东方即白 布漫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 于是我起来 下楼 吃的又是桂圆条 鸡肉面 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 然后理智忽然发现 说我的话还未写呢 理智与情感斗争 于是情感屈服 我硬着心肠 走到案前 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 微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 内心仍在不安 此刻阿金端茶进来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 老爷真苦啊 因为巷里 元旦是应该清闲的 我昨天就已赶到这一层 这也可见环境之破人 昨晨起床 我太太说 玉堂 你应该换礼服了 我莫名其妙 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 为什么 我质问 周妈今天要洗衣服 明天她不洗 后天也不洗 大后天也不洗 我当时明白 圆旦之神已经来临了 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 因为一人总该尽情 不尽情就成书呆 我当时明白 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 不扫 不泼水 不拿刀剪 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 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 一句话说 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 也应该在这新年想一点点的轻浮 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 你能令他们这一点轻浮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 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 因而想到春联 红烛 鞭炮 灯笼 走马灯等 在杨历新年 我想买 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 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 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 我对李志说 我不预备过新年 我不过要买春联即走马灯而已 一到城隍庙 不知怎的 一买 走马灯也有了 兔灯也有了 国货玩具也有了 竟然在归途中 发现梅花添竹也有了 好了 有就算有 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 到了家才知道 我水仙也有了 是同乡送来的 而碰巧 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 也正开了一斤 味极芬芳 但我还在坚持 我绝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我说 怎么 我太太说 今晚某军要来家里吃饭 我恍然大悟 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 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某军 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 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 我闻着水仙 有水仙之味 想到走马灯 有走马灯 想到雾香的萝卜果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果来 我凯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 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 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 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十半 我以手里提一搂萝卜果 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 四十半肚子饿 炒萝卜果 但我还坚持 我不是过除夕 五十半发现 五岁的向儒 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向儒的红衣服 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 六十发现火炉上 点起一对大红蜡烛 上有金字时 三阳开泰 五色闻名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 自己在城隍庙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 我问 真是有鬼 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的战线 已经动摇三分之二了 那时竹也点了 水仙正香 兔灯走马灯都点起来 炉火又是融融照人颜色 一时炮声 东南西北 一起起 震天响的炮声 想向我灵魂深处进攻 我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 还是应该做尽情的人呢 但是 此时理智已经薄弱 它的身影是很低微的 这似乎已是所谓心惊动摇的时候了 我向来最喜鞭炮 抵抗不过这炮声 阿金 你拿着一块钱 买几门天地炮 愚者买鞭炮 要好的 想的 我乃言地说 我写不下去了 大约昨晚就是这样过去 此刻炮声又已四起 由野炮零散的轰声 又变成机关枪的袭击声 我向来抵抗不过鞭炮 黄妈也已穿上新衣 戴上红花告假出门了 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 我写不下去了 我要就此置笔而起 写一篇绝妙文章 而失了人之常情 有什么用处 我抵抗不过鞭炮 我写一篇绝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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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一篇绝妙文章